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第三课关于名字的这篇文章 名字 同学们有没有预习呢 第三课的应用的长篇阅读的文章 那上一次课咱们学习了关于口语表达当中的自己教育 自我介绍 然后呢留了一个作业就是让同学们准备一份自我介绍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做这个练习呀 有没有做这个作业 还有上节课也留下了一个关于就是这个 口语当中是kido 它可以表示瞬间的一个小练习 这是我们课后的一个练习 也作为作业留给大家的 好 所以在开始上今天的课程内容之前 我们先把上一节课的这两个练习 一个是自我介绍 一个是这个替换练习来一起做一下 好 那这个练习是我们书上课后的一个练习题 因为里边也有一些比较好的重要的一些单词生词 所以我们课后的练习也会在课上抽时间来一起做啊 那例句是这样的 例句首先给的是 うまに乗ります 骑马 这个小的对短语 然后 きもちがいいです 很舒服 然后呢 做成了 把这个うまに乗ります 变成 这里变成了什么形呢 他形 对不对 大家可以观察到 变成了他形 うまに乗ったんですけど ですけど きもちがいいですね 后半句就是直接替换在横线这了 那这里边的这个んですけど んですが 他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一种瞬接的含义 没有那个虽然但是这种转折和对比的语气 而是一种什么呢 乘上起下 这个んですが んですけど 其实在初级的下册里边也出现过 就我们说表示传闻的来源也可以用 比如说 テレビで見たんですが 或者ラジオで聞いたんですが 我从电视上看到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 这里的んですが んですけど 其实都是一种瞬接 那下边这四个练习分别就是 是把这个 两个小端语替换进来 第一个横线替换的是动词的塌险 第二个横线直接替换进来 那刚才我们的例句含义是我騎了马 非常的舒服 那所以下边四个例句请同学们 四个练习替换以后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好 那么请小深深同学 请你来做一下第一个练习 はい 鲜鱼片を食べたんですけど 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ね はい はい じゃあ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句子 吃深鱼片的话 吃了深鱼片吃了非常的 感到非常好吃 是这个意思哈 就是说这个他行 就表示一个背景 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吃了生鱼片 非常的好吃 这里的是一种瞬间 一种成上起下 不太有固定的这个汉字的单词来翻译 就是直接说 我什么什么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吃了生鱼片非常的好吃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次第2个句子 请PPlove同学来做一下 はい どうぞ はい 去到那个绍兴 真的是个很好的地方呢 是的 是这个意思哈 一种铺垫 一种背景 啊 我去了绍兴 真是个好地方啊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次第3个句子 请刘迦同学 どうぞ はい 什么意思呢 去看了现代美术 相当的有趣 嗯 是的 是的 我去看了这个现代美术哈 嗯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なかなか 表示程度的时候 往往有一种 比自己想的程度要高一些 或者是低一些 嗯 比自己想的要怎么怎么样哈 还挺有意思的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次 最后的一个句子 请过那大同学 这个説明書はざっと読んでみたんですけど わかりやすいですよね わかりやすいですね 嗯 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明書 这个说明書刚才看了一下 还真的是非常的容易充数移动 嗯 是的 是的 这里有一个 ざっと読んでみたんですが 这个 ざっと 是什么意思呢 稍微看一下的意思吧 嗯 是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单字表二当中的一个副词哈 这个 ざっと 它有什么呢 表示这个这个粗略的 是的 大家说的对哈 哦 快速的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就是浏览了一下 大致的看了一下哈 嗯 另外当然它也可以表示这个流水的声音流水的状态哈 那这是单词表二 声词表二当中的最后一个单词 好 那这个练习就过去了哈 非常简单的一个 んですが んですけど 那上一节课我们也介绍了关于自我介绍的一些模式模板哈 那首先 开头和结束我们都需要一个挨拶 开头的时候会说 はじめまして 最后的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或者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还有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然后中间的部分你可以解释说 我是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然后呢 简单的介绍自己名字的含义呀 或者是 呃 在什么公司做什么工作的 或者什么什么学校的 从哪来的 好 所以上次我们留了一个作业 就是让同学们自己准备一个自我介绍哈 那好 那现在准备好了的同学 可以上麦来说一下自己的这个自我介绍 那刚才徐家为同学排上排上麦序了哈 那徐家为同学可以来做个自我介绍吗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真的是很简洁 真的是很简洁易懂哈 没有多余的啰哩啰嗦的内容非常好 那同学们听懂了吗 那 那嗯 这个徐家为同学的自我介绍做得很好 当然我们不是初次见面的同学 所以那个徐家为同学没有说这个 这也是可以的哈 那如果是真的初次见面的场合的话 开头的第一句比起 こんばんは こんにちわ 更好的是 初次见面这个句子更好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次下一个小生生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私はチューチと申します 今ですね 日本の会社で働いています あの あの ずっとあの 専用の研究をやってます 最近ですね あの ユニクロ関係の あの 品質管理をやってますね あの 日本語の勉強 私はですね あの 10年前に日本に あの研修行ったんです そこで日本語を勉強をもらいました これ帰ったらは ずっと開発をやってます あの 今ですね あの 会 職 えーと 仕事終わったらは あの えーと 日本語を勉強を続けてます あの 今後ですね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以上です は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 小生生同学は今 あの どういう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か 皆さん わかりましたか 皆さんわかりましたか どういう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か 有没有听到小生生同学現在の工作是什么呢 違いますよ 違います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品質管理 そうですね 品質管理 どう どういう 品質管理 ユニクロ向けの品質管理をやっています はい そうですね 皆さん ユニクロ ユニクロ 知っていま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ユニク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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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量非常的好 質量非常的好 做得非常的用心 ユニク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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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記事は 全部 うちの会社を 提出します そうですか すごいですね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小生生同学 じゃあ次 下一位 有一个等了很久的同学 做好自己同学 はい 自己紹介 お願いします 私は リュウジンゾと申します 私は チントからの 私の 私の主人種は チント 今 日本で 働いています みんな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あ そうですか 今 做好自己同学は 今 日本に いま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あ そうですか 日本の どこ ですか ああ そうですか じゃあ 日本で働いていますか どういう関係の 仕事ですか 部品の 生産を しています そうですか すごいですね 部品の 生産 部品の 製造 はい すごいですね 分かりました じゃあ これからも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同学们 听到了吗 这个 做好自己同学 做好自己同学 今 日本で そうですね 日本で 働いていますね 在日本工作 所以看起来我们 网校就是有这个优势 可以和天南海北的同学们 一起交流 一起来学习 所以 希望呢 同学们 其他没有上麦的同学 也好好準備 准备 咱们下一次 还可以再听听 其他同学的自我介绍 如果有时间的话 让大家互相了解一下 はい 那就 今天我们 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 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 第三课的后半部分 首先呢 大家在这个页面上 在这个页面上 看到的这个单词呢 是单词表三和 单词表四 单词表三和 单词表四当中 需要大家掌握的重点单词 另外 粉色的这个部分呢 粉色的这个部分是 呃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句型 一共是两个 一个是比较重点的 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一个是 什么什么のは 什么什么ためです からです 这两个句型是 今天要学习的重点句型 哈 那我们分开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看这个 Tango list 三 第三个单词表 单词表三 在我们书上的 63ページ 63 63 63页 63页哈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是 关于名字这个单词 名字 名字这个单词的读音是 myoji 如果同学们自己来打字的话 自己来打字的话 这个myoji还可以打成 苗字 这个词 那么myoji和myoji 它们俩是一个单词哈 一个单词 在我们这篇课文当中 就做解释了 日语当中写成名字 可是它不是我们 汉语所说的名字 它是什么呢 se 就是姓 而真正我们汉语所说的 那个名字呢 不是苗字 可以说 namai namai更多的指的是名字哈 那指的是na 这个名 所以如果你在日本看到了 写成名字这两个字 它指的是你的姓哈 姓什么 第二个要说的是 りょうほ 这个单词 双方 这个跟两有关的呢 这个两哈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两手两脚 还有六姓 对吧 还有跟两什么什么 组合起来的 然后说过 这个两呢 更类似于我们 汉语所说的双 所以在这里 这个りょうほ 就可以说是双方 对吧 经常会说 りょうほとも 就是双方都 怎么怎么样 双方都 怎么怎么样 这个什么什么 有一个都的意思在里边哈 那下一个说 要说的是 关于这个年号哈 年号 在这里 单词表三 是主要介绍了 这个名字 名字 这个单词 然后在单词表四当中 单词表四当中出现了 除了有名字之外的 台称 大政 还有 昭和 还有 平成 这些呢 都是年号 年号 这点我们中国 现在已经不用了哈 自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 没有年号这一说了 可是在日本 还有中国古时候 还有像台湾 现在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哈 那不过像我们书上介绍的一样 在 明治和大政呢 都可以称为 明治时代 它一收集在大政时代 但是昭和 平成 不会叫做时代哈 直接就说 昭和 还有平成就可以了 那么 平成是从1989年开始的 所以现在呢 年号仍然是这个 平成 那大家知道 现在是平成多少年吗 在日本来说的话 现在是平成多少年呢 皆さん わかりますか 嗯 我的数学是不谈哈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吗 从1989年 可以是平成 11年开始来计算的话 那么现在应该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35じゃなくて 26ですよ 嗯 2014的话 应该是26 26年 平成 26年哈 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还有比我数学不好的东西 所以现在在日本的话 公立 可以说 西歴 西立 是2014 2014年 那这个 如果是他们的 这个日本的 这个年号来说的话 是 平成26年 平成26年哈 好 那下一个要解释的单词呢 是 生词表三当中的 这个 政府 这个词 政府跟汉语的用法 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汉语当中会说 嗯 市政府 区政府 对不对 可是市政府 区政府呢 嗯 在日语当中不用safe这个词 safe是广义上的指government 就是整个的政权 政府 这个时候会用到safe 而真正所说的市政府和区政府 反而用另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我们已经学过了 是什么什么 約束 是的 那如果市政府的话 市役所 区政府 这样的哈 那还有 另外要介绍大家 国民 我们之前刚刚学过了这个国民 啊 刚刚 不是这节课出现的是国民是吧 刚刚上一节课出现的是西民 市民 所以除了有国民 还有西民之外 还会可以说什么呢 建民 国民 就是县民 屈民 也就是说本地区之内的这些居住的人哈 都可以什么什么民 好 所以记住了 政府呢 指的是整体上的 政权机构 政权单位 不是指区政府 市政府 那个工作单位哈 另外 嗯 现在年轻的孩子们可能不知道 以前有一段时间呢 经常跟公务员 就是老百姓经常跟公务员叫政府 嗯 就是用政府来指人 对吧 可是现在呢 也中国也不这样叫了哈 日语当中也没有这个用法 也没有这个含义 好 下一个要说的是 这里出现了 地名 地形 这个呢 跟汉字是一样的意思 不过给大家补充就是以前我们学习过的 地图 地域 在这里这个地都读成了 地 对大家来说 这是不陌生的哈 所以像背单词的时候地名 地读成 地 那名呢 我们学过一个单词是 有名的名 对吧 有名の名 所以加到一起的话 地名这单词对大家来说 不是生单词 不需要背了 所以学习初级的时候吧 很多同学说 哎呀老师 背单词真的是很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提倡大家 一定要把这种 音读的汉字词 把每一个汉字 每一个汉字切分开 这样的话呢 等到学到一定程度 你的汉字读音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不需要背的单词也有了 就像这个地名 你已经学过 其还有め 这两个读音 放到一起就行了 好 下一个是 这节课当中 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三类动词出现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把这个 拿掉的话 也可以叫做 名词的关系哈 名词 那像这里给大家的 一个小例句就是 あなたと 関係ないでしょ 関係がありません 関係がない 这就我们说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哈 嗯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哈 関係ないでしょ 跟你没关系 不是吗 好 那下一个 这里边介绍了 杉这种树 就是山树 杉 那我就想到了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叫 できすぎくん できすぎくん 叫出木山哈 他是谁呀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 できすぎくん 嗯 他是谁 是什么里边的人物 わかりますか 皆さん 嗯 そうですね 是的 这个是 ドラえも 嗯 机器猫 多拉愛梦当中的一个 什么都 勉強もできる あの スポーツ 運動もできる なんでもできる 什么都特别好的一个 特别出色的哈 都是精英 各方面都会 都做得很好 所以他的名字叫 できすぎ 这里取了山树的山 读成すぎ 但是呢 这个发音其实 是取哪个发音呢 就是 できすぎ でき不就是できる吗 できます 什么都能干哈 スギ是我们初级下策 学过的一个语法 就是过于 过于 所以できすぎ就是 过度能干了 什么都会哈 有点过了 嗯 所以できすぎ できすぎ 如果大家用 就是听日语的这些 动漫能话 尤其是像 ドラえも 里边很多人物的名字 还有他的道具的名字 用日语来听的话 就会觉得特别好玩 虽然他的名字 汉字起的是这个汉字 但是他的含义 其实有隐身的含义 在里边哈 好 那在这一页上 大家还看到了 我们书上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 这个图形呢 出现在66ページ 第66页 66页 这个呢 是关于数值的一些表达方式 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总结一下 那这里出现了 如果我们使用副词的话 如果使用副词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 比如说 大体 大体这个副词是 大体大概 或者 約 約是大约的吧 ほぼ也是大概的意思 都是表示一种约束 那用这些副词是 加在数量词数值的前边 或者你可以说 什么什么ほど 什么什么ぐらい 什么什么程度 这几个副词是 加在数量词数值的后边 也是可以表示左右大概 嗯 那么同学们可能会想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哈 只有说 口语或者书面语的一个区别 比如像这里 大体 还有 約 还有 ほど ぐらい 这几个呢 都可以口语当中 比较常听见的哈 可是 嗯 ほぼ的话 也还行 口语当中也可以听到吧 嗯 那么什么什么程度的话 一般就是比较正式的说法哈 或者是书面语当中 出现的更多一些 所以 其实都表示的是一个约束 大概 用哪个呢 都无所谓哈 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正式感 强不强的问题 那 右手边 这个是使用动词来表达 而不是副词 那 使用动词来表达的时候 这里 什么什么 以上 什么什么 以下 对于我们中国人 认识汉字的人来说 这个汉字很明显 容易理解 是不是很简单 多少多少以上 多少多少以下 那 除了这个以上和以下之外 还有什么说法呢 这里就出现了 如果是 那么它表示的是超过多少多少数字 超过多少多少数值 不过大家要记住这里的 超える和 上回る 这两个动词都是什么呢 自动词 都是 自动词 那这里为什么要使用 哦这个助词呢 我们曾经提过这个 哦可以表达的是 移动经过穿过的场所 那超过这个数值的话 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 能看见的移动 但它也属于这个数值 从低 然后一直不停的移动 一直不停的增加 然后超过这个数值 还在继续增加 所以也是一种 以活动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超过什么什么 要用助词哦 但是这个哦却不是 表示它动词的边语 那如果是不到这个数字 可以说 不到这个数值的话 可以说什么什么 近く 什么什么近く 或者什么什么 下回る 什么什么下回る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到 接近 快要到多少多少 这个数字 数值啊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也可以说 什么什么 近く 嗯 这个说法 什么什么近く 就是用这个数值 后边加上弱这个字 这个弱呢 读音是近く 它也可以表示 就像这个什么什么近く 一样的意思 嗯 比如说三時間近く 三時間近く 它所表达的意思是 哎 差一点三个小时 就不到三个小时 不到三个小时 所以什么什么近く 也可以表达不到 差一点就到了 这样的意思 好 那这个是关于数值的表达方式 在66页当中也有一些例句 这个例句呢 同学们自己来看一看 有什么问题再来问我 没有的话呢 其实就很简单的例句 看一下就可以了哈 下次 下一个是 Tango list 用第四个单词表 第四个单词表 第一个要说的是 Ekiing 这里出现了 Ekiing 车站的工作人员 那么关于什么什么工作人员 用什么什么ing 这个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了 初级上次的第一个就学到了 Sharing Sharing 就是社员 员工 对吧 嗯 还有Ginkoing 在银行工作的人 可以叫那个银行职员 是不是 嗯 那这里再给大家介绍 这个 这个Jugyoing Jugyoing 读音是Ju 然后Gyo 嗯Jugyoing 它指的是一个统称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哈 就我们可以说是 比如工厂里就可以说是工人 公司里就可以说是员工 它是一个统称的工作人员哈 Jugyoing 嗯 第二个要说的是 Akira-meru Akira-meru这个动词 这是一个二类动词 Akira-meru同学们可以自己打字来打一下 看看写成什么汉字吗 嗯 可以看看 Akira-meru的汉字写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书上给这个单词的时候 没有给它的汉字 是的 如果大家看到了这个汉字 也不要不认识 写的是D这个汉字哈 Akira-meru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叫放弃 断念死心 那就和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 Akira-meru这个词很像 是不是 Akira-meru也有放弃的意思 是吧 嗯 可是在表示放弃的时候 他们俩有的时候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语感上稍微差 有点差别 为什么呢 这个Yamira除了有放弃 也有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戒烟的戒 辞职的辞 对不对 这些都含有 这些含义都有哈 可是Akira-meru 大家看这里给的汉语意思 除了放弃之外 有断念和死心 所以它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心理上的心理上的哈 而且有一种很遗憾呢 或者是 哦 自己有点不情愿 并不是十分情愿的 但是无可奈何的放弃 有这种心情在里面 可是Yamira 这种含义比较薄弱一些 比较弱 也就是Yamira只表达说 我不做这个动作了 嗯 我不做这个动作了 比如留学校辞ました 嗯 那我不去留学了 当然 它的这个遗憾的这个语感语气 并没有这个 Akira-meru 强 Akira-meru 这个遗憾 这个语气比较强烈哈 那有的时候 这能表达出来什么呢 就是说 灰心 嗯 或者是没有希望 失望 绝望 这样的语气在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说 你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的小 小问题 就放弃了你的梦想啊 这时候 我们用 Akira-me-nai-de Akira-meru-na 这样的话 更加的富有感情啊 语感上更 语气上更适合 好 那下一个 嗯 下一个是 这个词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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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词词呢 就是 接受考试 这个意思 嗯 接受考试 所以给大家补充 补充一些跟 有关的一些单词 比如 这就是 我们所谓的 就是为了参加某个考试的这种 复习学习哈 就为了考试的学习 受験勉強 受験生 受験生 那个受験生的话 一般说的就是 要 比如 嗯 那这个 比如说 高中毕业要考大学 对不对 那么大学的这个 要考大学的受験生 一般指的就是高三的学生 要考高中的受験生 指的就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 也就是说 这个马上就要参加这一届的考试 高考中考的这个 应试生 应试生 很好 那 什么时候不用 而是用 如果这考试不是说是 这种像 出生高 高升大学 这一类的 而是说 比如 学会上也有一些考试吧 还有一些资格考试啊 像大家参加的能力测试 日语能力测试啊 这就不能叫生了 是不是 参加考试的人 好 那还有 这个 就是报名费呗 这个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准备考试的那个地狱一样的 这样的生活 那下一个是 我们这节课给的是 这个动词 无视 忽视 这里给大家的短语是 意思就是 把我当空气呀 这样的 这是一个比较口语的 就是自己说了什么什么 对方一点回应 一点 一点都没回答 你根本没有听 就是你可以抱怨 他可以说是一个抱怨 就是完全把我当空气呀 这样的 那如果再强烈一点的话 不许把我当空气 不要忽略我的存在 这样的 那下一个是 如果写成汉字是死亡的王的话 当然他指的是去世 但如果不写成王 它本身的意思是 没有了 是不是 没有了 那这个汉语当中 其实也是这样的 如果说某某人死去了的话 更好的一个说法 经常会说他去世了 或者是说 这个人没了 这个人走了 是不是 很少直接会说 这个人死了 所以日语也是一样 虽然有习这个动词 但是比较正常的场合 说某某人没有 死去了的话 说亡くなる 这个词用的比较多 甚至可以在他的身上 再加一个尊敬语的表达 お亡くなりになります 这样的 那下一个是 業績 业绩 除了有业绩之外 这个业 刚才这个从业人员 这个业上面已经出现了 还有以前我们初级上策 第一课就出现了 是什么呀 这个企业 企业的业 是不是 那除了这个业之外 记就读成了 席 所以成绩可以说是 成绩 公绩可以说是 公席 那因为成功这个词是 成功 如果我们把它拆开 再加一个这个 记的话呢 什么什么记 都是这个 这个读音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同学们记得 责任这个词怎么说吗 责任这个单词 覚えてますか 责任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是的 那责任的责就读成 责任呢 读成了 那同学仔细观察这个成绩的记和责任的责 虽然在汉语当中一个读成记一个读成责 是不是 但是从汉字的结构上来讲 它们属于同一个系列的字形 所以在日语的读音当中呢 一样的是吧 那今天呢 今天开始大家也要明白一点 就是除了每一个汉字的读音 我们要背之外 你也要大胆一些 放开你的胆量 有的时候 同样字形的汉字 在日语里的读音 也是一样的 嗯 比如我们说过 姓张的张 还有账本的账 嗯 都是读成 乔 是不是 姓张也是乔 是吧 还有这个 长大的长也读成 就比如科长 这个 所以同样字形 虽然不完全一样的汉字 那很有可能在日语当中的读音 也是相似 或者是一样的 像这个记和责任的责 也是一样的 好 那下一个要说的是 这个 零下 零下也可以说 minus minus本身的意思是 加减号的减号 是负号的意思 比如说 现在在哈尔滨 可能是达到了 零下二十度 那我们也可以说 说 minus 二十度 minus 二十度 嗯 这个minus 是零下 也有这个含义 那除了有零下之外 minus本身是减号的意思嘛 负 那么它所对应的反译词 加号就可以说是 plus plus 都是英语的外来语 哈 那所以 这两个反译词 也可以用来表达说 是负面消极的 还是正面积极的 也是我们说的负能量 正能量 也可以用minus和plus 这两个词哈 好 下一个要说的是 shinkoku 这个词 shinkoku 在这里作为一个 二类动词出现的 有严肃 严重 深刻 的意思 嗯 那它呢 更类似于英语的 这个series series有 深 有严肃的 这问题我没跟你开玩笑 就是一个 我是严肃的 对吧 嗯 比如这里有 shinkoku na kao 这是严肃的表情 嗯 还有 shinkoku na yassumi 那这就是严重的 series 也有严重的意思 是不是 嗯 还有shinkoku na mondai 严重的问题 严重的烦恼 哈 那在这里呢 是作为二类形容词 使用na 来修饰名词 那如果作为二类形容词的话 它修饰动词应该是用ni shinkoku ni kangai shinkoku ni kangai shinkoku 这就是深刻这个含义了 就深刻思考 深入思考 这个意思 那甚至也可以加上一个以前我们学过的构词法 什么什么话 shinkoku ka 严重话 严峻话 哈 那这个shinkoku shokushetsu 也有一种小说的名字叫做深刻小说 深刻小说 这个深刻小说也可以叫做悲惨小说 是用来描述一些阴暗面结局不是特别的明朗的 这一类的小说 比较kurai的小说哈 这个shinkoku shokushetsu 好 那下一个要说的是 tamesu 这个词 tamesu tamesu本身已经是常识的意思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如果要你来做 你可能不会做这种结构 就是tameshite miru 这个te miru不是本身这个句型表示的是常识吗 那这个动词也是常识 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句型的常识呢 那这就像我们汉语所说的 试试看 试试看 已经动词用试了还加一个看是不是 所以tameshite miru 两个可以合起来叠起来一起用的哈 tameshite miru 试试看 那它作为一个他动词也可以说 能力を試す 人柄を試す 这里能力 测试一下它的试探一下它的能力 那么人柄呢 人柄是人品的意思 试探一下它的人品哈 嗯 甚至有otameshite miru otameshite miru otameshite miru 这个是试用版 miru 是什么什么版本 还有很多的那个游戏 大家知道吧 就是网络上可能会首先发布一些otameshite miru 这个这个试玩的这个游戏哈 试玩的不是正式的 嗯 经常用这个tameshite miru 这个动词 好 那下一个要说的是 mimai 这节课mimai作为名词出现了 那日常应用的时候经常说的是 omimai omimai omimai是探望病号 那么这个探望病号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的一个礼仪习俗就是 探望病号的时候送对方的东西里 一定不能有什么呢 就是这种 nitsuki 带着根的植物 带根的植物 比如说你送那个盆带盆的花 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觉得说 本来没不太有习惯连整盆一起送吧 一般都是花树吧 是不是 那日本的话有一些时候是带盆整个的花也可以送呢 还作为礼物 但是看望病人的时候绝对不能用 因为呢 这个nitsuki带根的 它有一个那个发音相同 发音相同的这个词 nitsuki指的是一睡不醒 就是卧床不起 睡倒下就不起来了 嗯 所以你去看病人 你带这个nitsuki的植物的话 好像这个engi ga warui 预照 预头 预照不好 预照不好 这不吉利 好像是祝愿它躺下就不要起来了意思 嗯 所以我们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呢 要带这种kiribana kiribana就是把根切掉的这种花树 一树的这种花 好 那下一个kitsuen 它的反译词kinien 这两个我们就都学会了 比如说kitsensiki kinensiki 就进烟袭 还是西烟袭哈 另外呢 tokeru 在前几天 我们刚刚学过了它的 他动词是toku 他动词是toku tokeru是自动词 是自动词 嗯 所以要分清楚 虽然外形上看起来keiru 好像是他动词一样 但这个可不是哈 keiru是自动词 那作为自动词的时候 你可以说 呃 把做菜的时候 把黄油放到锅里 先加热让它融化 那这时候你可以说 bata wo toku bata wo toku 用他的词 那如果说 你说啊 我把它放到锅里加热 然后不一会儿 这个黄油就化了 就融化了 这时候可以说 bata ga tokeru bata ga tokeru 嗯 再比如天比较热 如果不放在冰箱里的话 那chocolate ga tokechau 嗯 巧克力就会融化的 好 那下一个是 这节课出现了 学习这个动词 那么我们目前为止 已经学过了四个 关于学习的动词 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吧 如果从这个学习 就我们所说的study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学习的角度来讲 大部分的时候 四个动词都可以用 他们都有学习的意思 是不是 那但是呢 稍微有一些方面 是不太能够通用的 所以我把这个不能够 由其他动词来代替的一些例子 写在白板上了 比如 第一组是 水泳を習う 还有 習うよりなれる 这两个句子当中 这个習う 是不能用别的来代替的 嗯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拿大乌除了和这个 用别的单词可以代替的 这种学习这个含义之外呢 更注重的是 具体的跟谁学呀 还有学什么技术技巧 通过练习和熟练 让自己能够掌握这一门技术 掌握这一门技巧 这时候用拿大乌 它比较像英语的 learn learn这个单词哈 learn 学习某种技能技巧 跟谁学 在哪学 学什么 这一类的哈 就是 拿大乌 所以像这个短语 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俗语 就是拿大乌よりなれる 嗯 比起学 更好的是去习惯 嗯 就我们所说的 熟能生巧哈 所以这里拿大乌包含这一些 通过不断的练习 来提高自己的技巧 这种过程 那第二个要说的是 学ぶ 当然 学什么 学习日语的话 也可以用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表示学习这个含义 是大部分可以通用 但是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用于抽象上的学习 嗯 那比如说 向雷锋同志学习 向董存瑞同志学习 学习什么呢 嗯 这时候只能用 manabu 它是比较抽象意味上的 像这个短语当中 也是 学习人生 嗯 那 这是抽象意味上的 这个短语当中就不能使用 narao 也不能用勉強する 也不能用学习する 只能用manabu 才合适的哈 嗯 像我们说学而实习之 这类的哈 这个也是用manabu 这个动词 第三个要说的是 勉強する 比如说 毎日三几个勉強する 我每天学三个小时 勉強する 比较像英语当中的study study 它主要着重于什么呢 就是人所付出的时间 精力和努力 还有刻苦 有这种预感在里面 嗯 所以每周学习多久 然后每天学习几个小时 都在哪学 跟谁学 用什么方式学 还有用什么书来学等等 就是这个刻苦程度 刻苦程度 付出精力 付出努力 付出时间 嗯 这个study 勉強する 最后一个 我们这节课出现的 学习する 嗯 它是一个纯的汉字词 完全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 这个学习 学习 是不是 嗯 那么学习的话 它当然表示 学习日语 这个也可以用学习する 那么不过比较理论上 的这个是就像这里 举出来 举出来的这个例子 哈 学习马克思主义 这种理论上的什么什么主义 什么什么哲学 这一类的学习 更多的会采用 学习这个动词 好 那再回想一下 那再回想一下 以前我们说过 嗯 日语当中的汉字很多 跟我们中国古文是类似的 大家还记得吧 那么古文当中 汉语里边的所谓学和习 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学呢 是真正的跟跟别人学习 学哈 而习更多的是一种练习 更多 是不是 比如习武之人 这个习哈 嗯 所以呢 这种语感 这种语气 也残留在日语当中哈 因为传到日本的时候 是从咱们中国古时候 传过去的汉字 那么简单区分了一下 四个学习 大家根据自己的场合来选用哈 嗨 那接下来就进入咱们第三课的 这个课文的部分 课文当中 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 没有几 名字 名字哈 也就是说姓 那这个短文呢 还是老规矩 先找同学来通篇 读一下这个短文 那首先 我看看哈 一二三 四五 六 咱们找七位同学吧 七位同学来读一下这个短文 每人读一个部分 我来给大家切哈 大家现在可以上麦 来排队 那首先上村君同学 请你先来读一下第一个段落 嗨 日本語 对 这里上村君同学是第一名 有点紧张了哈 第一个是中国五 不是中国 中国 但是 有什么象律 decreased 这个读文章的练习 课前读了几遍呢 老师两次 啊 那下次我们上课之前 最好能读到五次 可以吗 好多老师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说的 熟能生巧 读的多了的话就会越来越熟练 而且有的时候 读一遍我们没有明白的句子 你多读几遍之后吧 就会觉得好像意思也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能看懂了一样 下一个部分 请小深深同学读到这 非常得流利 那次 接下来请小永子同学来读 第二段的剩下的部分 はいどうぞ 那今天小永子同学读得比上次流畅多了 今天好好练习了吗 有啊 读到读到五遍了吗 还差了吗两遍 还差两遍哈 如果你读完这两遍的话 肯定会更加的流利 下一个部分 小永子同学 小永子同学读第三个段落到我画线的这个部分 怎么读这个单读 下一步 家が谷の中にあるから 中谷 近くに大きな杉の木があるから 大杉と付けられた名字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また日本で最も多い里や津杉は 昔の武士や名字や地名から付けられた名字が多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不错 林巴同学也是挺熟练的 じゃあ続きまして 下一位同学读到这个地方 はい どうぞ ピピラブ同学 日本人の名字の種類は30万円近くあります それでも世界の第二位です 第一位はタミウツココカのアメリカテ その数は160万円を超えています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うん 很熟练啊 ピピラブ同学 じゃあ最後的一个部分 请徐家为同学 はい どうぞ そう 音も少ないのが 韓国で300程度しかありません まだ 世界で一番人数の多い生は 例で 約1億人いるそうです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在大家的配合之下 我们把这个文章通篇的 一起来看了一下 好 那么按照老规矩 接下来呢 应该由我来读一些句子 同学们来根据这个短文判断一下 这个句子是对还是错 はい じゃあ よく聞いてください 请同学们仔细来听一下 仔细来听一下 はい 好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日本人は明治時代から 苗字を持つ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日本人は明治時代から 苗字を持つ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これは 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再来判断一下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うん 都是 丸 有同学们说 松 松是什么意思 是丸和八字的综合体的意思吗 是 丸 是吧 正确的 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じゃあ 次 第二个句子 第二个句子 仔细听哈 日本人は自然が好きなので 苗字に自然と関係する漢字が多いです 日本人は自然が好きなので 苗字に自然と関係する漢字が多いです これは 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好好想一想 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はい もう一度 もう一度哈 我再来读一遍 大家再仔细听一听哈 日本人は自然が好きなので 苗字に自然と関係する漢字が多いです 有同学们说 这是个坑 对 这是一个坑哈 这个句子呢 是 罰字 是错的 是错的 同学们判断错的话 哪个地方错了呢 你们知道哪个地方错了吗 我读的这个句子又是什么意思呢 好きではなくて 泣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です はい そうですね 跟自然有关系这个地方是没有错的 但是同学说到了 是有好き 听出好き这个词了吗 是的 有喜欢这个词在里面是不是 是的 有这个关系哈 好 一会我们看这个句子 大家可能就能更明白了 那第三个句子 第三个句子 再次词一下 日本人の苗字の種類は世界で第一位です 日本人の苗字の種類は世界で第一位です これは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はい 这个大小的度对哈 これは罰ですね はい じゃあ 次 第四句话 第四句话哈 韓国 韓国は苗字が一番少ない国で約300ぐらいです 韓国は苗字が一番少ない国で約300ぐらいです これは丸ですか 罰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これは丸です 这个是对的哈 这个是符合文章的 じゃあ 次 最后的一句话 最后的一句话 世界で一番人数の多い生は超です 世界で一番人数の多い生は超です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大家说的都对哈 这个是罰 嗯 这个是罰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几个句子哈 这几个句子 刚才呢 迷惑了大家很多的 还有就是挖坑很深的这个句子是什么呢 嗯 第一个大家说的符合文章对哈 这个是明治時代から 从明治时代才开始用名字的哈 第二个句子就是 刚开始起初有同学 没有听明白哈 这个句子说 日本人は自然が好きなので 苗字に自然と関係する漢字が多いです 这句话说的是 由于日本人自然が好き 他们很喜欢大自然 所以他们的名字里边 跟自然相关的漢字很多 嗯 これは罰ですね 这是错的哈 这是しょうがないからですね 嗯 しょうがないからですね 因为没有办法 不是他们喜欢自然哈 是没有办法哈 那个突然下命令要起一个性 所以呢 慌了是不是 嗯 好 那第三个是 日本的名 呃 性不是种 世界上种类最多的哈 第四个呢 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 世界で一番人数の多い声は Dですね 嗯 这个是 性里才是世界上最多的哈 好 那么这个是 关于文章的这个 判断的内容 判断题哈 在次 接下来呢 我们就像之前一样 呃 同学们来 每人一句 每人一句 去继续的来读这篇文章 然后在这里边出现的一些 是复习 以前我们学过的语法也好 还是说我们 那个 就是 新学习的语法也好哈 都是 一人一句读下来翻译一下 然后我们逐 就是按照顺序来看一下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这个 Kumaくん Kumaくん 请你来读一下 第一句话可以吗 はい どうぞ 中国の名字は 多くの場合 せいとなの 両方を指しますが 日本語では かずごのせいを みょうじといいます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非常流畅哈 但是呢 也跟刚才 尚村君同学一样 就是 开头是 中国語 中国語の名字 那的一个 語是不是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给我们解释一下 中文里面名字 一般名字是指 包括姓和名 然后日本语里面 日语里面的 家族的姓的话 就是名 只是名字 这样说法 嗯嗯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那这里边 你可以看到一些 画线的部分 首先 这里有一个 わがわ 蓝色画线的部分 是不是 那你能不能知道 这个わがわ 这种结构 是什么含义呢 解释不太清楚 嗯 对 那 对对对 因为上一节课 没有听到哈 可能其他同学呢 你们在公平这边 在公平这边打字 嗯 是的 还有同学 记得哈 这个我们之前 不久刚刚提到过说 用が来表示 一种逆接关系 前后强调的部分 用わ来提示 这是一种对比的结构 所以用わ提示的部分 是一种对比 对 在中国和在日本 汉语和日语当中的 一种对比哈 那下一个要问 熊坤 一个问题就是 せよ 苗字と言います 这里有一个 何々を何々と言います 这句型是什么意思呢 嗯嗯嗯 是的 是的 这是在终极的第一课当中 出现的一个句型 就是 何々を何々と言います 把什么什么东西 叫做什么什么 所以把姓叫做名字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はい 读得非常流畅 而且解释 翻译的也很好 はい 希望能听到你更多的发言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じゃあ次 下一位同学 リマートン学 リマートン学 続きまして 继续来读 下一句话 全ての日本人が名字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たのは 明治時代になってからです はい じゃあ簡単に訳してください 全部的日本人的名字 都要有 从 明治 时代开始 どういう意味がわかりますか リマートン学 你自己说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明白吗 应该是 从明治 时代开始 日本人 全部都有明治 是这样吗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意思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那这里 全て是全部 所以这里的 全て修饰 是哪一个单词 全て 修饰 日本人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所以不是全部的名字 是全部 是所有日本人 是修饰日本人 是不是 也就是所有的日本人 然后呢 嗯 它是作为小句子的这个主语 我们说 看句子虽然长 而且呢 发现这里面有从句 不太容易理解 别慌哈 找到最重要的句型 这个句子最重要的句型 就是 わです 对不对 初级上册第一个学到的 わです 就 什么什么 是什么什么 那么前边这个句子 就很明显是一个 no 形式名词no 所做出来的名词化句子 由他来做主角 在这个主语从句 主题的这个从句当中 这小主语就是 所有的日本人 所有的日本人哈 那 名字を持用になった 这里有一个 持用になった 画横线的这个部分 08同学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语法呢 这个好像是动词的 变化 变成的 动词的变化 这个 yo ni naru yo ni naru 在什么地方学习的 你还有印象吗 初级下策 当然当然 这范围画得太大了 是不是 初级下策 初级下策 咱们学什么的时候出现的呢 yo ni naru 我的同学已经提醒说 是在38课 那08同学 你有印象 38课咱们学什么了呢 忘了哈 其他的同学呢 提醒了38课的同学 38课咱们学什么了 这个时候学习了 yo ni naru 三十八课 刘家同学说的非常对哈 他呢 是在学习可能动词的时候提到的 所以这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 在生活里也很常用的一个句型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简单的提起来 想不起来的同学 我建议回忆一下38课的语法哈 38课咱们学习可能动词 那所以大家可能现在脑子里 先要想一想 可能动词 可能它是怎么变得来着 还记不记得了 不记得就要翻书复习 第二就是 我们学 学完可能动词之后说 yo ni naru 和yo ni suru 可以跟这个可能动词组合起来 那么yo ni naru 它表示一种变化 如果前边接可能动词 它表示的是一种能力和可能性的变化 比如说小孩子 刚出生的时候不会说话 从到了几岁就开始会说话了 还有能力也会退化 对不对 比如人的年纪一大 眼睛就看不见了 这能力的进步和退步 那如果要是接普通动词 可以表示一种生活状况 生活习惯社会状态 这些变化 所以当时学习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例句说 日本人是从70年代才开始喝牛奶的 70年代から牛尼を飲む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这指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社会状态的改变 从70年代才开始喝牛奶 那当然接上よにする的时候 它包含有一种什么呢 刻意的努力提醒 提醒自己或者是提醒别人 那想不起来的 请复习一下38课的内容 在这个句子当中出现的很明显就是一种变化 指的是原来没有名字嘛 现在有名字了是不是 所以日本人我们这种变化 一般可以翻成开始 所有的日本人都开始有自己的名字 是到了 是从到了名字时代以后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てから 这个てから的句型 是在什么时候学习的同学们还有印象吗 てから句型 覚えてますか皆さん 是初级上册 初级上册刚刚学完て形 咱们就学了てから是不是 说它有自从 自从或者是做了什么什么就 对吧 表示一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那这个句子 其实同学们完全可以看出来 它属于一个道庄句 能不能看出来 真正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明治時代になってから 全ての日本人が名字を持つ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我们以前一直学的都是先说てから 然后再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个句子很明显是把它倒庄了 把结果用这个名词化拿到前边 然后把时间放在了后边 所以组成了一个what this句型 一会我们还会看到跟倒庄有关的这个句子 这个倒庄句其实往往都是我们学过的一些句型 然后把它反过来说就可以了 下一个句子请刘家同学先来把下一个句子读一下 はいどうぞ 当时的政府在法律上规定所有的国民要拥有信使 嗯很好很好 はいよくできました 非常好 这里有一个画横线的地方是法律で 这个で助詞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作用 表示在 嗯 范围 嗯 如果表示光说它的汉语是在的话 有很多个含义是不是 那范围的话 我们学过で表示范围学的时候 是在比较级最高级当中的最高级 还有数量词学习的时候 一支铅比多少钱 三支铅比多少钱 对不对 好 大家一起 这个时候用的是みんなで 所以で的这个感觉是画一个圈 在这个圈里边包含的 可是法律で的话 有这种画圈的这种感觉吗 嗯 那是方式方法 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是的 那我们来体会一下 有的时候翻译起来都可以说是在 但是它所表达的含义却不一样 当然这里也不可能是动作发生的场所 就像在食堂吃饭 这也是不可能的 它既不是抽象 也不是实际上的任何场所 法律呢 是一种方式方法 所以以法律来规定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所以这是方式方法 好的 那刘家同学做得非常好 在滋意 下一个句子请徐家伟同学 どうぞ はい 簡単に訳してください 嗯 那时候 只有武士和贵族 才有名字 嗯 非常的流畅 但是有一个细节 不是那时候 是 それ まで 到那时为止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到那时候为止 我们汉语的话听起来不是中国人说的 所以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 在那以前 在那以前 嗯 所以同学们看到日语的文章越多就会越明白 有的时候真不是一字一句对应着翻译的 有的时候那个看问题的角度和试点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是不一样 就像我们以前说那个往返动作 日本人是说我洗个手就来 咱们中国人会说我去洗个手 这个角度不一样是不是 嗯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一样的 それまで それまで的话呢不是 呃 翻译的时候是直译叫做到那为止 但是呢更怎么说更舒服的是 在那以前哈 在那以前 好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 それまで 可以理解成是 到在那以前 拥有名字的只限于是 武士和武士啊 贵族啊等等 嗯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徐同学做得很好 在次 下一个句子请上村君同学 どうぞ ですから当然名字を持てて 言われても どんな名字を持てばいいのか 分かりません はい じゃあ簡単に訳してください 嗯 从 从此以后 嗯 突然说 嗯 就 就算 就算 突然说 可以拥有名字 嗯 但是拥有 拥有怎样的名字 他也是不知道的 嗯 好 那上村君同学 刚才可能提到了 それまで的话 是不是把你也给弄懵了呀 这个ですから 到底是什么意思 ですから 非常简单的 から 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嗯 ちょっと違います ですから 就是だから 静体 对 だ就是です的简体 です就是だ的静体 是不是 所以だから 静体呢 是ですから 什么意思来着 だから 所以 对 所以 因此 所以跟那个 从啊 到啊 没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一个地方 上村君同学 刚才在翻译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能理解的不对 就是什么呢 这个 mote 是什么词的 什么变形 是那个 是那个 mot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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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态 違います 如果是 一类动词 变成可能态的话 应该是变到 a段上 还要加什么呢 还要再加一个 lu 别忘了呀 所以它的 可能动词 应该是 mote lu 可是这里 有没有lu呢 嗯 那应该是 那应该是 命令 命令 是的 嗯 就像大家在公平打字 这边提醒的一样 mote是 motsu的 命令型 就好像我们说 ganbare 是努力加油 ganbare 这个也是 命令型的 加油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mote 是命令型的 变化 命令型 是在初级下册的 第29课 如果同学忘记了的话 可以复习一下29课 那这个是命令型 搞清楚了 那再看这个 这句话当中 出现的 这地方 mote ba 这又是什么型呢 是吧型 嗯 是的 这是吧型 有的叫做假定型 有的书上 把它叫做条件型 都可以 就是如果 什么什么的话 非常好 那在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什么什么 吧 一 后边如果跟的是一个 形容词 一表示可以好的 什么什么 吧 一 其实它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惯用的句型 就是这样做就可以 这样做就行 这个意思 嗯 什么怎么样就行 什么什么样就行 这个意思 好 所以把这个 这个就证过来之后 那上村君同学 请你再重新发一下 这句话可以吗 所以即使突然要拥有名字 拥有什么样的名字就行 也不知道拥有什么样的名字就行 嗯 好 我觉得上村君同学 心里是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呢 突然要转换成一种语言 真的不容易 那这里的这个 moteと言われても 刚才这个上村君同学 ても翻译得很好 这个ても是即使的意思 言われる是一个什么动词的什么变形 大家看到了吗 言われても这个地方 言われる画线的部分 它是哪一个动词的什么变形呢 它是遗物的被动态 嗯 非常好 是遗物的被动态 所以其实这样说话的习惯是非常多的 大家呢 可以理解成就说 以此突然被告之 被告之 所以这里的这句话的主语应该是指普通老百姓 突然被告之 要给自己起一个信 嗯 这里如果说 もつ是拥有的话 那么那个变成命令 可以说起一个信 那么取什么样的信好 わかります 也不知道 怎么做才好 什么什么吧 怎样怎样做就好 怎样怎样做才好 该起什么样的信好呢 也是不知道 嗯 那下一句 下一句和 比较短 所以下面两句话吧 到这个 我画线的部分 请PP Love同学来读一下 はい どうぞ 人々は慌てました 嗯 しかし 名字をつけない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人们都慌张了 嗯 但是 嗯 必须要有个信 取一个信 嗯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人们都慌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下一句说 但是呢 必须得有一个信 这里切了一个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这就是我们刚才预告的说 今天要学习的主要语法之一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嗯 那这里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是净体 简体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 いかない 这个句型前边 可以接动词的 原型和 耐性 有一些语法书 把它分成两个语法来讲 一个是 接动词的原型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然后另一个语法是 用动词耐性 变成了 ない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实际上 他们俩也合并成同一个语法 只不过大家记住 前面可以接原型 也可以接耐性 那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区别 是不是 那我们看看 这个语法表达的含义是 社会的 道徳的 心理的 人間関係 などの事情のために 何々したい 気持ちはあるが できない 何々しないことは 避けられない どうしてもする必要がある と 言いたい時 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句型 什么时候呢 这里说的 社会性的 道德性的 心理性的 还有像人际关系等等 受到这样的因素 所所约束 由于这样的一些因素 然后有什么样的 表象表达 什么样的 那个含义呢 如果是接肯定的 动词的时候 表达的是 什么什么したい でもできない 就我心里是想做 但是呢 不能做 想做又不能做 所以可以翻译成 这样做不好吧 这样做不行吧 不能什么什么吧 这样做不可以的 所以有一种 无奈的语气在里面 我想做 但是受到各种 一种的 那个束缚我手脚的 这些因素 所以我不能做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当他接的是 动词的 内型的时候 他表示的是 しないことは 避けられない 意思就是 不可避免 不做是不能避免的 那换一个说法 就是どうしても する必要がある 无论如何 都有必要去做 都有必要做 所以可以翻译成 不得不 或者是必须 或者在前面 加一个不 就是不这样做 不好吧 不这样做 不行吧 所以这个句型 你就可以理解成 我给你はいきません 叫不好吧 那如果加的否定 就是不这样做 不好吧 所以有一种 不是我不愿意 是我 就是受到这些 约束影响 我不能采取 这种行动 那咱们来看看 具体的例句 下面的第一个例句说 明日は試騎 明日は試験があるから 今日は 遊んでいる 什么ても 初级下策的时候 学习的ても 这个句型 前几天的课文当中 又一次复习了 ても前面可以借一些 副词表示程度的加深 ても是即使 那么加一个いくら的话 即使再 お腹が空いている お腹が空いた 是肚子饿 对不对 即使再饿 就算再饿 不管你怎么饿 授業中に 在上课当中 课堂上 お弁当を食べ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でしょう 也不该吃饭吧 也不该吃你带的饭吧 就算再怎么饿 你也不能在上课的时候 吃饭啊 吃你的便当啊 对不对 这里也是受到一些 道德社会公理 这样的一些影响 那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单词是 早便 这个早是早い 早い 那便就是 お弁当的便 是不是 早便用来指的是什么呢 早便 当然不一定非得 不是说是在上课的时候吃 而是 不是快餐的意思 也不是素食的意思 它指的是 一般孩子们上课上学的时候 不是要带自己的 我便都嘛 是的 可是没到中午的时候 已经饿了 所以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还没到午餐吃饭的时候 已经先把这个 我便都吃完了 都是冷的 没有加热的 没有加热的 不像我们小的时候 还有集体一起热那个饭盒 是吧 或者是用微波炉什么的 没有 所以妈妈们要做很多的功夫 就是说要想很多很多的方法 就是做的这个 我便都必须是凉了 也可以吃的 凉了也可以吃的 比如像 おにぎり たまご焼き 这些东西都是凉着可以吃的 嗯 对 当然也有的孩子们 现在学生 很多中午的时候 喜欢吃那个面包 所以像很多的那些 那个带的 我便都不是说 一定所有的都是好吃的东西 要带 不是 有一些是热熟好吃的 不适合做 我便都 好 那么第三个例句 言归正正 第三个例句说 約束したんですから 行かない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因为我已经约好了 所以行かない叫不去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叫不行 不去不行啊 不去不好啊 就是我必须得去 这个意思 最后一句话说 お金を拾った時は 警察に届け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捡到钱的时候呢 嗯 必须得交给警察 这里的必须是 不交给警察 不行 从道德 社会这个角度来说 你不交给警察 就是不对的 在这里 例句当中出现了一个 ときわ 前几天在课文当中 我们提到了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说 とき表示时候 如果是ときわ 或者是ときにわ 总之有这个わ 存在的时候 他所讲的就是一个道理 跟我跟你 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是我捡到钱了 也不是你捡到钱 就咱们就是论事 嗯 这时候讲个道理 就是论事的时候 会用ときわ 嗯 好 那所以这四个例句 提到的就是 有动词原型的时候 也有动词耐心的时候 那下边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这个练习是我们书上的课后的一个练习 以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些 这个练习说它简单 是因为已经提示我们了 比如例句里边说 法律で決められたから 名前を 括号里给的是 つけません 那么给你的是ません 你就要做成它的否定的形式 那一形 つけないわけにはいけません 就是既然是 由于是法律决定的 所以就不得不给自己起个性 嗯 不起一个名字是不行的 嗯 那如果给你的是ません 你就做成那一形 给你的是mas 你就做成动词的原形 请大家把这个动词 变成适当的形式天空 并且来回答一下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那一共是六个句子 咱们先请小深深同学 请你来做一下第一句话 哎 どうぞ どうぞ 嗯 嗯 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在这家庭里面 已经试了好几件衣服了 因为已经都湿了好几件衣服了 如果一件都不买的话 那是不行的 嗯 是的 语气上是对的 那可是呢 不是一件都不买 因为一件都不买的话 肯定 一件も買わない 这是一件也都不买 有这个也在里面 在这里没有也 所以他想说的是 嗯 不买一件是说不过去的 不买一件不行 嗯 这个どう的含义并没有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小生生同学做得很流畅 很流利 下次 第二个句子请 08同学 どうぞ 星期末は暇だと 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で 手带に行かない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嗯 什么意思呢 周末已经说了有空 如果不去帮忙的话 多不好啊 嗯 是 对 是这个意思 多不好啊 那这里 我已经 いてしまった 这里有一个 てしまった 初级下策学过的语法 就是自己有点后悔了哈 哎呀 我已经说了我周末有空 所以我不去帮忙的话 不好吧 はい そうですね 自己后悔 我不应该这么说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次 コナダ同学 请你来做一下第三个句子 嗯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好 有一个哈 这个月 怎么读呢 嗯 是的 读成月 月 嗯 月 月 嗯 不是月哈 月 月 嗯 这个是在第几课学到的同学 还有印象吗 初级上策的 嗯 初级上策的第十三课 十三课我们学习数量词当中 有一个语法讲到的频率 这个句型就是很明显是一个频率 一か月つに一日 但是呢 说到频率的时候 也有缩略省略的说法 嗯 所以就一个月 一か月つに 可以缩略的说成 月に 嗯 初级上策学习频率的时候学到的哈 好 那么这个空间 働く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那 この辈子 簡単に訳してください 这个句子的层次 好好看一看哈 我可以提醒你一下 这个 月に一日 我们看到一个句子 我可以再重新说一下这个句子的含义吗 我不可能在一天都不休息的公司里面去工作 哦 不是一天都不用 休一天 我不可能在只休一天的公司里面去工作 嗯 是的 是这个意思哈 是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月に 嗯 月に一日 一日 休息がない 是用来修饰公司这个名词的哈 那也是 ありません的简体 对不对 没有 除了这一天休息就没有了 所以我呀 我不会不能在一天 一个月只休一天的公司里工作 嗯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よね じゃあ 次 下一 嗯 嗯 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先问掉了 句子很简单的 就是那个 わけには行きません 就是わけには行かない 他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行きません 最后是行きません 行かない 他是有什么规律的吗 他这个 没有 就是 静体和简体的区别 就像です和だ 明白了吗 あります和ない 行かない 就是 是简体 是简体 行きません 是静体 嗯 这回明白了哈 はい じゃあ 下一个尚村君同学 其他同学可能也会有这个疑问哈 现在明白了 就是行かない 是他的简体 行きません 是静体 这个句型也是有静体 简体的 那这个静体 就是像ですます一样哈 用在礼貌的场合 那么行かない 的时候就是用在口语 还有亲密的人之间 不需要礼貌的场合哈 是一个简体形式 好 那么下一句话 请上村君同学 第四句话 どうぞ 嗯 什么意思呢 嗯 听说 亲说祖父生病了 嗯 不去 探望他 不好吧 嗯 是的 是的 嗯 我得去看看他 不看他 不行 嗯 哎 再次第五个句子 请 PP love 同学 嗯 課長が 关系很好的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 我真想告诉他 但是我 说不出口 嗯 是这样的哈 是的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科长 跟一个年轻女性 很亲密的一起走路 但是这事儿 我又不能告诉他老婆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じゃあ 次 最后的一个句子 请 刘家同学 どうぞ がんばると言ったので 試験に 試験に合格 合格しない 我看にはいきません 嗯 什么意思 因为 我已经说了 我会努力的 嗯 所以 考试 不及格 是不可以的 嗯 对 是这样的哈 我已经说了 我会努力 不及格 不行 不及格 可不行啊 是这样的语气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好 那这个练习 是我们书上的一个练习 非常的简单 直接就是看着 看他是masu 行还是ません 来变肯定 和否定 是不是 那下一个 这个练习呢 这个练习是需要同学们 自己来变 我没有给大家 就是 呃 只是单纯 单纯的动词是masu 还是ません哈 这练习题 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边有 例一和例二 对不对 这个例一是这样的 如果原句给的是 会社でトラブルが起たので 行く必要があります 这个必要があります 刚才我们是用来解释 哪一个句型 就是 必须得做 不做不行 所以如果你看到 它的含义是 必须得什么什么 有这个必要 不做不行的话 咱们就要考虑用 ない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也就是要用否定的 不做不行 所以这个句子就做成了 我用不做不行的 这是我以过世的朋友 给我的 所以我不能给你 不能给你的话 是一个否定 所以咱们用的是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大家可以用课下的时间 比较重要的 咱们还是一句话 咱们还是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的往下看 跟大家一起来分析 那请上尊君同学 请你再继续往下读一句话 そこで多くの人が 地名や地形から 身をつけました はい 訳してください 于是很多人 很多人 从定名和定型に 寝室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是这样的 这里边我要提问的地方是 そこで そこで 出现了是不是 我们以前说过 它跟 それで 都有因此 于是 所以 这个意思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 それで和そこで 当他们都表示 因此 这个含义的时候 それで 后边跟着的是 这个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是上尊君同学说的 那这个 そこで そこで 是采取的行动 就像这个 刘家同学说的一样 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当时我举了一个 这样的例句 就是说 春节或者是 我放假回老家了 回老家的时候 每天每天 什么都不干 天天咸着吃好吃的 因此我胖了 それで 太りました 这是一个结果 那 我胖了之后 因此我要减肥 这时候说 そこで ダイエットしようと思ってます 因此我要减肥 减肥是采取的行动 所以 それで 是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そこで 是要因此 要采取什么行动 在这里很明显 是因此 他们要采取的行动 是起自己的性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就是 そこで和それで 都有 于是 就是得出什么样的 这个结论 是一个文章的 上下结构的一个程序 那这时候呢 这个 それで 有一种催促的语气 而そこで 并没有催促的语气 用そこで的话 然后呢 然后呢 有催促对方 继续说下去的语气 可是そこで的 这个催促的语气 没有 但是它有一个文章的 乘上启下的作用了 好 那接下来 这个 还有一个地方 大家看到了 这个から 我画了一个绿色的线 是不是 刚才呢 尚村君同学 翻译的是 从地名啊 地形啊 取了名字 取了自己的姓 但实际上 这个から 仔细来说的话 这也是一个 我们要学习的句型 完整的结构是 ことから 或者是 ところから 这也是N2范围之内 终极的一个 重点句型 重点语法 但是这个 作为ことから的 这个形式 会在 中极的 后边 后边的课文当中 出现 作为一个语法来讲解 所以今天我们就 不提前告诉大家了 只不过 我告诉同学们 这个から 有一个含义 是可以表明 叫做 命名的根据 有一个含义 叫做 命名的根据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以什么为根据的 有这么一个含义 今后我们会具体的 学到这个句型 今天只是一个 预告片 所以大家可以 叫什么 预知 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 那么咱们往下看 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 请PPlove同学 继续来读一下 日本的名字里面 木林 山川 等等 跟自然有关系的汉字 多 就是因为那个原因 翻译的很好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 都没有落掉 像这个 等等 也说到了 然后 这个也翻译的很好 是跟自然有关 跟大自然有关 但是有一个细节 大家心里明白 肯定是一看这个字 就不小心说的是口误 这个 是 姓氏 对吧 不是名字 跟汉语的名字 不一样 好 那这个 我画了一个横线 刚才PPlove同学 已经说了 是跟大自然相关 那这个 是与什么什么有关 除了可以用 这个助词 PPlove同学 你能不能回答一下 还可以使用什么助词呢 跟什么什么相关 还可以 是的 还可以使用 这个助词 除了像这个 関係する 这个词之外 我们以后 还会接触到 不少的动词 就是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 と 比如像 比较 这个词 既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 那么关系 是什么呢 使用 と的时候 有一种 两者是 平等的关系 平等的关系 可是用 你的时候 往往有一个 主次的关系 主次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 刚才PPlove同学 发言 是与自然相关 跟大自然 有关系 那如果是 用 と的话 感觉好像是 这两个东西 是平等的 他们 A和B的关系 它俩之间 互相没有 谁重要 谁不重要 如果是 一个是 前面是用了 你的话 说明这个 你是主要的 我呢 是跟他搭边的 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 比较表示比较 这个词的时候 就是 谁谁谁 と比较的话 那么 Aと比较 意思就是 A和B这两个东西 他们俩之间 互相比 他们俩是平等的 互相比较 如果是 Aに比较的话 那我就是说 以 你助词所提示的 这个东西 为主要的 而另一个呢 以这个主要的 为标准 以你为标准 来跟他衡量 所以用 偷的时候 有一种平等感 而用 你的时候 有主次之分 可是 没有太大的区别 考试的时候 这个地方 不会在同一道题当中 你和偷同时出现 因为都解释得通 只是说话 人想要表达的语气 有所不同而已 好 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 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 わ 什么什么 ためです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这是一种 道庄的关系 道庄 那ため 可以表示原因 刚才PP Love同学 翻译的对 在这里边 刚才文章当中 出现的 他们是原因 那他们除了表示原因 也有表示目的 所以还有就是 除了像表示因果 的这种句型之外 刚才我们也出现了 一个てから 是不是 自从什么什么 这样的句子 也可以产生 道庄的这种效果 那关键就是 道庄的话 你要把结果 先把它名词化 然后用わ来提示 那它的原因 或者它的时间 或者它的目的 放在后边 用this来结束 所以总而言之 大的句型 用到的是 わ this句型 那么 这个から 或者是他们前面 接什么呢 它原来表示原因 那时候接什么形式 就接什么形式 这里说可以接一个 句子的简体 那可以翻译成 什么什么 是因为什么 是由于什么 比如咱们看 下面四组例句 第一组例句 原句的顺序应该是 勉強しなかったから 試験に落ちました 由于没好好学习 没学习 所以考试 那个落榜了 考试就是不合格 失败了 那我们也可以 把它倒装过来 就是说 之所以考试不合格 考试会失败 把这个做成简体 用能名词化 然后后边呢 勉強しなかったからです 是因为什么 です叫做是 から表示 因为 把这个都翻译出来 之所以什么什么 是因为什么 第二组例句说 昨日飲みすぎたから 今頭が痛いです 由于昨天喝多了 所以现在头疼 那反过来呢 今頭が痛いのは 昨日飲みすぎたからです 这也是道庄 之所以现在头疼 是因为昨天喝多了 第三个 事故があったために 電車が遅れました 由于 这个 发生了事故 所以电车晚了 那反过来 电车之所以晚 电車が遅れたのは 事故があったためです 是由于 发生事故了 那么最后一组例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 子供たちに会うために 国に帰りました 这里的ために 很明显 它的含义是目的 可以翻译成 为了 为了建孩子们 我回国了 那它也可以道庄吗 也可以道庄 我们也可以说 国に帰ったのは 我之所以回国是 子供たちに会うためです 是为了 建我的孩子们 所以 大家呢 今天通过这个句型 要掌握的 不光是因果的道庄 就是说 要明白 很多我们所学过的 语法 句型 也可以用同样的 把结果 把后半句 名词化 拿到哇前边 然后前边的这个句型 放在 です的前面 然后这时候呢 就是一个 什么呢 道庄的句子 道庄的效果 就产生了 由于这个道庄 比较简单 都是我们学过的句型 所以我们只要理解 就可以了 那现在回过头来 再看文章当中 刚才这个句子就是 日本的姓氏当中 跟自然相关的 汉字比较多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那我再问大家 一个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 阅读理解题 可能会问你 そのためです 这地方画了一个横线 そのためです 那个 どのためですか どういう理由ですか どういう原因ですか 他画横线说的是 由于那个原因 那到底是由于 哪个原因呢 这个结果 名字当中有很多 自然相关的汉字 到底是哪个原因呢 如果是阅读题的话 可能画线的部分 问你 一体 なぜですか どういう理由ですか 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 什么样的原因呢 答案在哪呢 这句话是一个因果道庄 所以这句话 肯定都不能出现 这个这个原因了 是不是 他说前边 Noah的部分是结果 肯定要再往前 是不是 同学说了 再往前一句 是的 在这儿呢 就是 很多的人呢 他们 那个根据地名 地形来起名字 这是原因哈 第二段的第二句话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请 Konada同学 继续往下读 下边一句话 家が谷の中にあるかな 中谷近くに大杉の木があるかな 大杉と言い疲れた病人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はい 訳してください 因为家里是在那个道府中央的 所以叫中古 因为家的附近有很大的一颗 山术 所以叫大山 像类似这样 使名字的还有很多 嗯 そうですね 但这个谷啊 不是道谷 是山谷 是的 这个谷指的是山谷 谷の中にあるから 因为家在住在山谷里边 所以叫中谷 然后因为家附近 有一棵大山树 所以叫大山 像这样 这样起来的名字 这个付けられた是一个被动态 被这样起的名字很多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じゃあ次 下一个 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 请小生生同学来读一下 はい どうぞ 在日本的最多的谷 那里边的 是一句话 是一句话 那是一句话 在日本的 如果是一句话 是一句话 从天尼 那这里呢 就是提到了说 像日本姓氏当中 比较多的这个佐藤啊 凌木啊这样 那是以前的 武士的名字呀 或者是从地名取来的名字呀 那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这里出现了一个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我想问问大家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是由哪一个动词的 什么形式变来的 是怎么得来的 言われています 是言う这个动词说 然后变成被动态 然后再加一个ています 所以这个表达方式 在初级下册 我们学习被动的时候提到过 嗯什么时候提到过呢 就是说 呃被动的句子 如果啊 不需要是说明 由谁 到底是被谁做的 是所有的大众都这么做 那么我们可以省略 に这个部分 还记得吗 所以当时提到了 思われています 言われています 考えられています 经常有这样的形式 就是说 呃被认为 被说 呃被考虑 它可以理解成就是 大家都这么说 大家都这么想 嗯 就据说 据认为 嗯 所以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可以说是 据说 怎么怎么样 嗯 大家都这么说 省略了你 这个部分哈 那既然提到了据说 我们就想到 其实初级下册 我们还学了 另外一个表示传闻的方式 就是咱们这篇文章的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当中 出现的这个 そうです 也可以表示传闻的 据说和听说 那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也可以这样表达 那不过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呢 它的这个接续结构 是一样的 都接一个句子的 简体形式哈 和这个 そうです 是完全可以互换的 据说 如果想表达传闻的来源 你可以使用 によると によれば に 啊 还有では 和什么什么 んですが 嗯 我在那听来的 我在那看见的哈 那关于这个 言われています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非常简单 有一个替换的练习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就是帮助大家熟悉一下 用 言われています 也可以表达传闻 这个练习 也是我们书后的一个练习 就出现了这句话哈 说 里句会给我们 そうです 表示传闻 那你就把这个 そうです 直接换成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都是传闻的 据说 这个意思 好 那这里有四句话 大家直接替换一下 给我们翻译和解释就可以了 那请08同学 你来做一下第一句话 可以吗 温暖化 叫做 温暖化 はい 温暖化 还有影响 叫做 地球温暖化 那里面的影响 那里面的影响 地球温暖的影响 地球温暖的影响 北极边的温暖的影响 那这个是据说 听说 有传闻的意思哈 在这里 08同学如果搞清楚 这个で是什么的话 就更容易翻译了 这里影响作为一个名词 加上で 同学们 你觉得这个で是什么 名词加で そうですね 原因 所以可以说成 据说 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 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 那么 北极的冰呢 溶ける 在这里溶ける 可以说成是正在融化 还是融化了 还是会融化 是哪一个呢 正在 还是了 还是会融化呢 嗯 很明显 既然他使用了 这个动词的原型 并没有用到过去时 和进行时的话 是的 要融化了 会融化 是这个 要融化 那 据说 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 北极的冰要化了 这样的意思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再次第二句 请尚村君同学 这本 说 之后 这本之后 老林话也会一直 进展 嗯 是的 是的 这里这个 动动的这个程度呢 这个状态呢 不是慢慢的 而是不断的 对 越来越严重的哈 这个 進んでいく这里 ていく的句型 是在初级下策学习过的 从过去的时间 到现在的时间的 一个变化 用てきました 啊 我是这么过来的 然后从现在 再往将来的 那个变化呢 要用ていきます ていく 表示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嗯 所以 据说 日本呢 还会继续不断的 老龄化 发展下去 这样的哈 はい じゃあ 次第三个句子 请PP Love同学 どうぞ 最近は男性の 吸烟が消えている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最近 最近 据说 最近 男性 痣验的男性 吸烟是吸烟 吸烟的男性 正在减少 嗯 はい そうですね 是这样的哈 据说 最近呢 男性吸烟 越来越少了哈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じゃあ次最后的一个句子 请徐家为同学 どうぞ 日本の中学生は 中学校を卒業するまでに 日産地 近くの漢字を 学習す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はい 据说 日本的中学生 在中学生 在 嗯 毕业之前 嗯 学习 将近两千 两千个漢字 はい そうですね 非常好 翻译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好 这里出现了一个 までに 这个までに 我们在初期下策 刚刚学过的 就是 嗯 什么什么 之前 要做一个 瞬间性动作 所发 所发生的 最后期限 最晚 不能晚过 这个时候了 是这样的意思哈 日本的中学生 在毕业之前 嗯 至少要学习 将近两千个漢字哈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那 这个就是把 そうです 替换成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就让大家 习惯用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也可以表达 这种 据说 听说的内容哈 好 那我们再回到 文章当中 还有最后的一个 段落的几句话 我们继续进行哈 はい 那 我们继续要读课文 所以大家 可以继续排队 那小深深同学 请你再来读一下 下一个段落的 第一句话 はい どうぞ はい どうぞ 一句话 可以 这句话 比较短 对 それでも 世界の第二音 です はい 訳してください 日本人的信 日本人信的总率 大概有 30万 嗯 但是 即使是这样的话 也只是世界的 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嗯 非常简单的一个含义哈 但是我看的时候 我也 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我以为 日本人的姓是 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位哈 因为日本人的姓 真的多 很多的姓 就像刚才我们所了解的 没有传统 没有来源 就是胡乱起的 所以就意味到 在明治时代 法律颁布的时候 亲兄弟两个人 可能起了不同的姓 对不对 嗯 所以他们的姓 真的是非常杂乱无章的哈 我觉得 哎 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了吧 他们的这个 姓氏的来源 真的是可以当成一个笑话一样的哈 可是第一位到底是谁呢 じゃあ 続きまして 下一句话 请尚村君同学 どうぞ 第1位は大民族国家のアメリカで その数字は160万を超えています はい じゃあまず訳してください 你第一名是多名国家 美国 美国 他是短音 要注意一下节奏 他民族 这个民是一个两派的博音在里面 他民族国家 有促音 有两派的音 有短音哈 嗯 还有 这里160万这个单词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 160 嗯 这个百呢 是不需要加一的 可能我们太长时间之前才学习了这个数量词 有点忘了是不是 只有到万以上的时候 这个万才是一万 不然的话 十百千都不需要加一 所以百就是一百 千就是一千 嗯 所以这里呢 不需要说一千百 直接说百六十万 就可以了 那上次听说 翻译的不错 他说文章里提到的是 第一名是美国 看到了这个结果 我觉得啊 嗯 嗯 那就能够能够接受 因为美国这个所谓的姓氏超过一百六十万 嗯 我记得有很多中国人的韩国人就全世界的人都想去美国 所以他们不是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姓 都是各个别的国家的姓也汇聚到了美国是不是 可是只有本土人的姓最多的我还是觉得是日本哈 好那下一句话下一句话咱们请 一方最少的姓氏是韩国 它们只有300个姓氏 这里出现了一个氏 刚才コナダ同学翻译得很好 只有哈只有那这个希卡在使用的时候表示只有的时候呢 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コナダ同学 嗯只能接在名词后面吧 嗯嗯然后呢 嗯是的一定要接否定 它前面接什么词倒不是重要哈 嗯当然我们学习表示限定的时候肯定是数量词或者是名词哈 但是呃重点是在于这个希卡一定要跟否定一起连用才能表示指 因为希卡这个词本身呢还是除了 除了什么什么就不什么什么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否定才能表示指紧紧哈 那在终极的范围之内我们要接触到的语法 希卡也会不断的再次出再次出现 嗯出现的时候咱们再学习哈 好那么最后的一句话咱们请PP Love同学来读一下最后的一个句子 来到走 最后的一个句子也很简单哈 据说呃另外呢据说在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性 是姓李大约有一亿人哈 那刚才这个PP Love同学读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小深深同学刚才读的这个句子当中也出现这个词哈 这个词不止一次的纠正 而且我相信将来可能还会不断的纠正大家就是注意它的音调 这个是またまた 另外呢有拙音的那个读成降调的是まだまだ 这两个完全是两个单词 また是again又一次再一次 还这个意思 而まだ是仍然这个意思哈 所以他们俩是两个单词一定要分清楚 所以再见的那个是まだまだ还有まだまだ要分清楚 另外呢 Konada同学提醒我这个一波 它的读音是这个半拙音的po一波 一波呢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连词 也可以叫做接续词出现在一句话的开头 就跟我们以前所学过的啊 しかし でも 这样的词一样 就是用在一句话开头表示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而这个一波也是在终极当中有三四个语法左右 是跟这个一方这个词有关的 以后呢还会不断的学习哈 在今天这个文章当中出现的非常简单 不属于语法范围之内 大家只要知道它是另一方面 有一种对比或者是转折的关系哈 另一方面 一波是个长音 好 那么这些就是咱们在第三课的这个文章 长篇文章当中学到的内容 我来总结一下哈 那同学们可以看到的话 这粉色或者是蓝色线的就是 复习以前所学过的句型 或者是语法或者是小的副词等等 那么绿色的部分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新的句型 一个是わけにはいきます 表示肯定的时候是啊 这样做不好吧 我想做但是不能 如果这种词的否定形式的话 不这样做不好吧 受到什么呢 不是我个人喜好的问题 而是这个社会功德的问题 还有别人会怎么看我社会舆论的问题 心理因素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造成的束缚手脚 不想做啊 想做不能做 或者是不想做但是必须做 有这样的语气 另外一个比较小型的语法是一个倒装的表达 就是把结果放在前边用わ来提示 然后把它的原因啊 目的啊 甚至像这个句子当中 t color这个部分 也可以用在this的前面 这是用倒装的表达哈 那还有一个画了绿色线的部分 没有画成框 而是画了一个横线 这个color是说明 它呢 在这里只是漏了一个小两 以后我们还会更仔细的学到这个 可以表达推测原因 还有可以表达命名的根据 那个时候会看到它的全貌 就是ことから 或者是ところから 另外这个一方也是预示大家 那个预告一下 以后还会学到跟一方有关的句型 在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含义 一个接续词 连词叫做另一方面 好 那这些就是大家在第三课的文章中 要掌握的一些重点 はい じゃあ今日はここで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